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5月16号 也就是我被隔离的第一天 然后昨天来的比较晚 也不饿 所以昨天晚上就没有吃东西 然后今天早晨呢 酒店送来了一些水果 还有一个爱心包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爱心包里边的东西 就是在这里边 这个就是酒店分发的三样东西 水果水还有健康包 健康包上写着 让爱充满城市 为爱隔离因为有你 下面我们就打开这个健康包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一个香囊 四戴口罩 这里边应该每带有五支 一个充电线 一个酒精消毒液 还有两张读书卡 就是这么多 看一下这个香囊 上面写着防感香囊 大概是预防感冒的 然后是酒精搓手液 这个是三合一的充电线 这个是读书卡吧 就怕你太寂寞了 然后让你扫码登入 可以读免费的书 这个是也是 也是读书卡 大家好 我要开始我入住酒店以后的第一次 点单了 我所用的软件叫做 美团外卖 这个是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个 点外卖的软件 这个是它的一个网站 然后通过网站下载它的一个 APP 到你的手机上 我已经下载完毕 并且已经点单完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点单的一个记录 我是把它截图 发在电脑上 然后我下单的时间 大概是4点10分 而这个是我截图的时间 然后它预计送达 是下午4点46分 也就是说用36分钟 就可以送达我所在的酒店 然后我选的店铺 叫做霸王鸡爪 然后它在南山区 离这里不太远 大家看一下 我点了四样美食 一个呢 叫做麻辣小鸭掌 一到两人份 价格是29块8 然后另外一个是 拌拆果麻辣凤爪 一到两人份 是32块8 还有一份是香辣毛豆 价格是8块8 然后我奖励自己一瓶青岛啤酒 价格是8块5 下面就是其他的一些包装费啊 和配送费 美团外卖最大的好处呢 它就是有各种优惠券和各种打折 然后最终的打折的一个总的价格呢 是给我扣除了22块钱 所以我最终自己花了60块9毛2分钱 以上四种美食 另外呢 我所住的酒店是这个酒店 然后我的姓名和电话联系方式 都在这个美团里面有显示 我的鸡爪终于来了 幸福又早点下单 有点饿了 现在是6点13才过来 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鸭掌 这是鸡爪 这是麻辣毛豆 然后这是青岛啤酒 四点多钟下的单 然后现在六点多才送过来 所以说这个 以后还是要掌握好这个节奏 要将近六点的时候再定 要不然会等两个小时 看一下 这个避孕套形状的这个 好烫 你先把这个皮油打开 嗯 嗯 不错 嗯 这个麦芽 麦芽的味道很浓 先吃哪个 先来一个毛豆吧 味道不错 一般在烧烤店啊 我们一般都要一盘 花毛一体 所谓花毛一体呢 就是花生和毛豆的组合 当然不错了 今天只有毛豆了啊 没有花了 然后再看这个鸡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鸡手 好肥 而且这是脱骨的 就是嚼起来更方便一些 味道不错 就是有点酸酸的感觉 其实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鸡爪 但是北方的那个酱鸡爪和南方的这个鸡爪还是有区别的 下次有机会带你们看一下 东北的一手店的鸡爪 这个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特别好吃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鸭爪 这鸭爪呢 其实骨头骨头很多 然后这个肉很少 其实很多人吃这个 只是尝一下它的滋味 很有嚼头 之所以吃这个菜呢 其实一般来讲 这是比较适合于顺椒 因为这个鸡爪或者是鸭爪吃起来很费劲 然后也很浪费时间 所以一般都是朋友坐在一起 一边聊聊天喝着啤酒 然后再吃这个鸭爪或者是鸡爪 这个稍微有点辣啊 因为我还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 没办法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我只能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来 咱走一个 哇 好热 鸭爪就剩这么几个啊 毛都剩这么多 啊 啊 别例的拉出来了